2023水兔年的一个运势 那一起来看看2023生肖运势 以及趋吉毕凶的建议 接下来的几个视频呢 在2023年有一个关键词 形态碎 容易影响情绪 招而是非 所以呢 尤其各位属老地儿 可要注意自己的言词 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切记啊 打赢了赔钱打出了住院 损人不利己还影响财运 不过索性的是 由于众多的福星相助 只要你多行善积福 那棘手的事儿反而因人而起 在财富和事业方面 熟熟的朋友有连接和整合的优势 所以一定要专注在人脉的经历上 和资源整合的方向上 想要成功 重点不在于你是谁 而是你认识谁 你的连接力呢 将带来优质的人际关系能量 让你在职场上获得更多的机会 创业的朋友啊 因为你的连接力独具犀利眼光 在人群中能透视人心 结识对的人 只要好好地应用这个整合力 那熟熟的朋友将有机会 通过他人的引荐 借助人际关系嘛 连接多方资源去创造一番事业 但是呢 达多也提醒啊 熟熟的朋友在拓年 待人处事一定得低调 避免得罪人了还不自知啊 谨记 少说话 多做事儿 另外呢 拓年的鼠们会比较的容易奢迷啊 所以在投资和消费方面 一定要合理的规划 敌方 入不敷出了 熟熟的朋友在明年呢 会有较多的应酬和聚会的机会 可能导致自己精神状态不佳 需要去注意自己的健康状态 拿度给了一条健康策略 及时地调节自己的生活节奏 不要熬夜 一定要多休息 最后要恭喜叔叔的朋友 由于联解力能量爆光 加上这个红卵和桃花能量 那么你的感情给予会如鱼得水 是喜结良缘 去建立美好家庭的一次良机 但是 千万不要招着烂桃花 稳住大后方 那才能坐拥自己的一片天 拿度也给了熟熟的朋友 一个锦囊妙计 善用兔年的人脉连结 和这种资源整合的能量 扩大交际 建立更优质的人脉立体生态圈 创造一个一加一 大于二的价值 好了 关于熟熟的流年月事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其他的生肖 如果大家也感兴趣 那么接下来 我会给大家一一做成视频 发出来 供大家参考 关于流年生肖的参考价值呢 我觉得可以相信 但千万不要迷信 就像达路说了 八字呢 为四柱学 代表的是 年柱月柱 日柱和时柱 这四柱组合 而流年生肖 只是用年柱作业判断 因此这个精确度 肯定会缺失 我设计判断 我设计判断